東京淺草寺前充滿觀光人潮 景象就像回到疫情前 來到銀座 馬路行人同樣落意不絕 還有富士山美景所到之處全都是人 街上濃濃過節氣息 夜旦週末和跨年廉價 好多台灣人趁機衝一波日本 自從國境解封之後 日本就是國人出國首選 四個人當中就有三個人 其實對於明年出國旅遊 其實是有一些擔心的 最主要擔心在於 可能擔心出遊的成本變高 或是一些染疫的一些風險 但是同時我們也看到 在調查裡面有八成以上的人 即使會面臨到可能有這樣子的風險 他們還是不管不顧的就是想要出去玩 那當然日本就是不管是台灣人 或是甚至全球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熱門的一個旅遊目的地 所以我們也看到 如果以台灣旅客這幾個月 就是在日本商品的預定量來說的話 其實每個月大概都是兩倍以上的一個成長 但民眾旅遊換日圓 已經錯過最甜蜜的價格 日圓從二零二二年初一路跌跌不休 十月份日圓對美元匯率 跌破一百五十關鍵心理水位 是一九九零年八月以來的最低點 日銀十二月二十日罕見干預市場宣布 將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從百分之零點二五 上調到百分之零點五 市場解讀為實質升息 激勵日圓匯率大幅反彈 日本的貨幣政策陷入寬鬆與緊縮的兩難 但專家認為短期內貨幣政策很難轉向 日銀只是放寬殖利率目標區間 讓日圓貶市告一段落 逐步使貨幣正常化 但不會大動作升息 公債殖利率提高了 代表投資公債利潤變更好 於是吸引投資人進場 當資金流入日本公債市場的同時 原本投資在股市的資金被抽走 股市因而受到影響 所以新貨幣政策發布後 日經指數下跌幅度 馬上超過百分之二 日本央行他其實長期把他的這個貨幣 投到日本股市當中 直接支撐日本股市的發展 可是當一旦他採取一些緊縮的貨幣政策 從日銀方面直接投入股票的貨幣 可能就會慢慢的收回來 這會讓日本股票市場發展的這個支撐點 會慢慢的消失 資金投入公債市場 等於央行收回日圓發出公債 日幣在外匯市場的供給量下降 造成價格上升 因此日元匯率就提高了 新貨幣政策導致日幣走強 擔任最高升值幅度將近百分之五 過去的日本的這個貨幣貶值 對國內的進口物價造成比較大的一個衝擊 所以日本的通膨從過去都是比較低的一個狀況 現在開始拉上來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為了挽救經濟困局提出一系列量化寬鬆 以貨幣貶值提高日本商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又被稱作安倍經濟學 岸田文雄執政後政策架構出現轉向 過去以來大家會認為黑田東雁這個日營的總裁 他所走的路線是安倍經濟學的路線 國際上面有一些解讀 是不是岸田文雄要走安倍 持續要走安倍晉三的路 還是他要走自己的路 就近日本央行採取的貨幣政策是否預示安倍經濟學的退場 也為全球投資者在二零二二年末留下一道難題 TVBS新聞李偉華 顏瑞生王浩宇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